有两个秀才 他们一起去赶考 路上他们碰到了 两个人正好碰到了 一支伤葬的殡葬队伍 就是死人的队伍 这个时候看到那个黑乎乎的棺材 一个秀才心里咯噔一下 凉了半截 心想完了 今天去赶考活见鬼了 如果赶考碰到这样倒霉的棺材 一定会非常的倒霉 所以他的心情一落千丈 走进考场 那个黑乎乎的棺材 在他的脑子里一直一直是挥之不去 考试的时候 文思枯竭 最后果然鸣落孙山 另一个秀才也同时看到了 那个黑乎乎的棺材 一开始心里也咯噔一下 但转念一想 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 看来他今天要红运当头了 一定会中榜 于是心里 于是心里十分的兴奋 情绪十分的高涨 走进考场 闻思如全涌 果然一举高中 回到家里 两个人都对家里说 棺材真的好灵验啊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有些人因为一次的挫折 而一蹶不正 有的人因为一次的成功 而成就一番事业 有的人因为对人间的烦恼 而心生恐惧 而有的人是因为挑战自我 使自己成为一个人间的圣人 所以学博做人 要勇于改正缺点 那才是真正的舍得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对人间的一切要看穿看破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绝对的事情 也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 但是只有一种消极和积极的情绪 当你看法错误 你会为自己的一生承担 最后的结果 有的人就是对自己太太 或者对先生 因为看法错误 最后种下了离婚的果报 希望学博人一定要精进 要有智慧 我们不种恶因 我们对人间的一切看破放下 我们真正的能够站起来的 不是我们的身体 而是我们的精神和灵魂 能够的行为 我们要别人的事 他们要看到我们的真正的音乐 能够发放下 在那里额 我们要求您的那些 我们要求您的已有